剛剛好像要先玩過的時候,我們來試看看用紅綠燈吧 這個我就先丟掉了,上面還是留著 那問一下各位,紅綠燈順序是什麼 如果現在紅燈,紅燈環是綠燈 對不對,綠燈環,黃燈 黃燈再來就回頭吧 那就看你這個要顯示幾秒鐘,比如說我這裡 顯示紅燈三秒鐘,綠燈五秒鐘,黃燈兩秒鐘 那我們就來試一下 好,先找剛剛那個,剛剛這裡 LED燈,我先設一下,紅色的 那我就來進階這邊,等待三秒鐘 對不對,當然你這邊,層次,積木可以複製 所以我到這裡,紅色我要變綠色 好,一樣複製出來,我現在很特別把它放在外面 也是因為,如果你沒有放在外面,等一下你看齁 來,這裡,這裡,再來變黃燈 等待兩秒鐘就好 如果我這樣丟進來,請問會做幾次? 好,我們來看一下,對不對,這樣是不是只做一次而已 好,紅燈 然後,綠燈 再來,黃燈 沒了,就這麼一次 但是,這樣交通會大亂嗎? 好,另外一邊只能一直走 所以呢,你看,我們可以加上什麼? 迴圈的概念進來 好,加上迴圈 迴圈就是你可以做幾次啊 如果比較標準的 好,就是說,欸,我比較 這裡,這邊你可以指定重複幾次 那你把數字設很大,當然它要做一段時間 這是一種方法 另外一種方法是下面這裡 你重複,我也可以指定條件 指定條件,在什麼條件之下,你就繼續做 好,那我就用這個 這樣子把它先丟出來 那,怎麼樣叫重複 我把這些內容放在它裡面 它就重複做這件事情 這把五分鐘圍圈 好,圍圈 那,後面呢,它這裡有一個條件 重複 當什麼樣的條件成立的時候 它才做 可是它裡面還有一種叫做遲到 如果你是用預設的 是你一定要先把後面的條件先設定給它 欸,我有什麼條件 比如說,當我超過幾秒鐘之後 我就執行這個動作 好,這是一種方法 另外,如果你要它 這一種的,就是 它先重複 直到你指定的條件成立之後 它才停止 跟剛剛不一樣 跟剛剛不一樣 剛剛的當是怎麼樣 當條件成立才做 直到是什麼 先做了 先展後做 那你了解 好,就是先做了 直到你指定的條件成立 它才不做 那我用這樣子 請問可以嗎 我就沒有給它條件對不對 所以你知道它會做到什麼時候 所以你知道它會做到什麼時候 FOR ELE 了解吧 對不對 它就變成無線迴旋 它就一直做一直做 不過說真的 我們寫層次也蠻怕無線迴旋 哈哈 因為會死張 好 那這個還好啦 反正這邊還OK 所以你就可以像這樣 點下去之後 它就不會只做一次 它可以做兩次三次 反正就是一直做下去 因為你沒有指定條件 這樣會了嗎 所以你用這種方式 其實如果有些需要重複執行的 這樣會不會比你 寫第二次第三次還得容易一點 因為你要改變相對簡單 好,那就給你試看看囉